大家好,我是Steve,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那个,当然大家也知道了,一会儿 Jeremy Lin,林树豪,会过来和我们一起做一个直播 大概我们会有一个半小时的一对一的采访 还有很多小活动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NBA NBA店做的 Custom 特别做的Brooklyn的 蓝网队的T-shirt 这个是Brook和Lin 是零的拼音 这个不是Brooklyn 布洛克林的这个城市的拼音了 但是这个特别棒 里面还有一个 对,翻开还有给大家看一下 翻开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哇塞 林树豪的Hologram照片印在T-shirt的里面 很不错 这我也可以来一张,不错 大家等不及了 都等不及了,都要疯了 要要要要,要要要 OK, cool Jeremy,你准备了? Yeah, let's do it 其实就一直在我旁边 太好玩了 Come, let's do it What's up man How are you? Good to see you 好,你先来吧 跟大家说个Hello 大家好,谢谢你们那么早期看这个直播 我知道你们很多时间快要上课 所以我很感谢你们看这个直播 对,这个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NBA绝杀24小的活动 对吧,参加这个活动就有球迷的大礼包 这是一件,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 赶紧给你问问题 对吧,给你问问题的话 我们会选五个问题 会获得什么? 会获得你的这个亲笔签名的T-shirt 对,所以大家赶紧给这个Jeremy提问题 就在这个直播页面上提问题 那咱们两个先聊一聊吧 Let's talk Let's chat 那个我们先聊一下篮球相关的问题吧 说一下这个 我们先问一下 就今年你自己对这个自己的赛季 在篮网队第一年 然后你对自己的表现 你怎么评价 我觉得我 I don't know 我觉得我今年当然比较 如果你看我们篮网的 record 我们要打得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 不能给我自己一个很高的成绩 可是我很高兴 我觉得我健康的时候 我打的时候 还表现得比较好 可是我受伤 没打好像五十场比赛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样子当然不好 对,比较frustrating 所以我希望明年可以比较健康 那这个summer 这个夏天一定会花很多时间 就是保护我的身体 对 你具体说一下 就是这个夏天 这个休赛期 你有些哪些地方 你会加强的去训练 我觉得还需要训练我的三分球 我去年 而我今年 我的三分球命中率好像是百分之 百分之三十六 三十七 我希望可以到百分之四十 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每个 每场比赛 就是投比较多的三分球 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NBA 如果你看他们的打法 就是比较快 比较多的 pick and roll 比较多的三分球 对 然后我也知道我今年 通常我上来的时候 到蓝框 我没有投进 很多 我通常会 我的命中率会比较高 对 会高很多 但是我觉得今年因为 我的脚 我的hamstring 我可能 比较怕 比较怕跳 比较怕就是 take contact 所以我希望 明年可以 就是 我一上来的时候 希望可以就直接的 对 对 你说到你想就是 明年多投几个三分球 多去训练这个三分球 你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吗 因为我相信很多这些 球迷们他们也想练自己的三分球 你会 比如说你会每天投多少个球 你会怎么去 你是站着指头 还是说你会有很多动作 嗯 我觉得会 I mean 我的训练的方法可能 跟他们的不一样 对 而你们的不一样 嗯 因为我知道 我有一个 投篮的教练 所以我们每天 然后我有 自己有 我的训练 训练师 所以我们每天都 会看我们 今年的 next的film 对 看我们以前的比赛 然后看 嗯 you know 我打pick and roll的时候 怎么投一个三分球 通常会是 运球 然后运右边 或者左边 所以我们会 就是看我们的film 然后就练习 然后有时候会比较慢 有时候会 呃 比方说今天我的目标就是 投一千三分球 哇塞 一千 明天可能是我们打5比5 或者3比3 或者1比1 对 然后我今天练的东西 我明天会在一个5比5的environment 明白 就是练习 说到这个其实也有很多朋友想问 就是 就NBA球员 他们在休赛期的时候 你们会跟就是队友有这种训练吗 你们会就是私下联系 人家说来我家我们一起去练习练习 人家说大家都就做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训练 呃 一定会跟呃 呃 呃 你吧 跟任何人打 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受伤 或者他们不知道怎么打的时候 呃 呃 就会比较more dangerous 所以通常NBA球员 会想跟别的NBA球员打 或者别的professionals打 呃 所以像今年我会花很多时间在brooklyn 所以我们在brooklyn的时候 对 我们会练很多 呃 然后好像 就都是队友对吧 然后会邀请别的 如果你住在纽约 然后你想打 像JJ住在brooklyn 对 JJ Reddick 对对 所以他如果他想打5U 然后他要来他当然可以来 所以呃 随便的NBA 任何的NBA球员他们都可以 挺有意思的 那个我们再往前看一下 说到下一个赛季 你对下一个赛季有什么期待 呃 我希望我们可以就是第一就是很健康 可是我不管 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达到季后赛 嗯 我觉得我们今年如果我们没受伤 如果我每个比赛 呃 呃 呃 我今年只打24 对 24分钟 如果我可以达比较多 或者我如果我没有受伤 我觉得我们有机会达进季后赛 明白 我觉得这挺好的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目标 那个当然说到季后赛 我们也在看季后赛吧 你有看一些季后赛吗 也 呃 每两天会看 ok 今天的比赛你看了吗 呃 今天我看了三四分钟 可是我在网路上 明白 就是呃 我在打电动 或者跟我 呃 我妈妈爸爸吃饭的时候 会有 三十分钟 或者一个小时 会看 现在的比赛 你你觉得这个现在这个西爵 这个勇士马刺 你你觉得谁会赢 我觉得 GONASA WORKERS会 呃 全部都会赢 很少 swee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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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打赢总冠军 ok 会拿总冠军 对 嗯 我觉得他们 他们就是有最多的talent 呃 然后现在可爱 呃 呃 受伤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打 然后他打的时候 可能不会是百分之百 嗯 然后 yeah 所以我觉得 yeah GOLDEN STATE 会五场或者六场 明白 但但是这个整个季后下 有没有什么 啊 story 故事 你觉得是特别吸引你的 比如说这个 就是现在东部这个打到抢气了 对吧 或者 啊 当然 罗纳德这个说上也是挺愉快的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让你特别吸引你 你会去关注的 嗯 我现在就是很关注 呃 Boston跟Washington 对 因为我觉得 John Waller 真的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对 嗯 小托马斯也打得不错 对 他打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 可是他 I mean 大家都 认为他一定会打得很好 然后他也打得很好 可是John Waller 我觉得 没有那么多人会想 Washington会那么强 嗯 然后我知道 他们 你知道 一直 吵架不 对啊 很多口水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玩 嗯 呃 所以我希望 我可以看 Game 7 对 你觉得他们全身都穿黑色的衣服 这个好玩吗 嗯 我觉得 这是你的style 对吧 你们蓝网黑的衣服 对我们是穿 穿 穿黑色 可是我觉得 I mean 我这样子 他们他们都都穿黑色 我觉得 还可以 It's not a big deal 我觉得 你穿什么衣服 You know It's whatever 明白 今天当然这个赛季 整个赛季还有最大的一个话题 就是谁是MVP 你有一票你投谁 我一定会投 Russell Westbrook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把Westbrook 呃 不放在Oklahoma City 嗯 那个球队会是 一定会是 you know bottom maybe bottom 3 bottom 4 in the Western Conference ok 嗯 然后他 average triple double 我打了 场均三双 我不知道 我打了几个NBA球赛 可能是 300 400 500 可是我只有一个 triple double 每一个比赛都 差不多每一个比赛都有一个 triple double 我觉得非常厉害 你可以讲一下之后 其实很多我觉得很多球迷不能体验 就是作为一个 point guard 一个后卫 一个控球后卫 当然你助攻也会比较多 但这个也很难 因为你要依靠你的球队队员去进球 对吧 然后还有你还得同时去抢10个篮板 这个有多难 非常难 通常你拿一个 triple double 就是英文 我们英文就会说 everything is going well everything is going your way or like a perfect storm 完美的一场比赛 对 可是他每一个比赛 然后我们在NBA打 因为我们打82个比赛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累 然后我们像如果昨天打 今天还要打 或者我们上个礼拜一直飞来飞去 然后刚刚回到家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很累 可是他每一个比赛需要打的那么多 然后offense,defense,rebound,pass 全部都 他会花很多力气 然后拿这个 triple double 其实我觉得很多球迷就很难理解 就是一个NBA球员他们的travel有多累 每天的比赛有多累 其实是很好体力的 挺好 我们现在我们再聊一下这些场外的一些问题吧 但我想在这个时候我想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今天我们这个直播 给这个林树豪留言 问问题 我们会选五个问题 五个球迷的问题 虚拟球迷的问题 来问树豪 这个时候这些球迷 这五位幸运球迷 也会获得林树豪的签名的T-shirt 行 那我们再聊一下这些offcore offcore 先问一下你 那个平时你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吗 你会或者你会特殊买什么东西 如果我在网上买东西 通常就是衣服 或者像 Jewelry Jewelry like a necklace or bracelet 或者 下面 通常就是我穿的东西 小的东西 对 就会在网上买 因为我 球迹的时候 我不会有很多时间去 逛街 或者去一个Mall 买衣服 所以我通常就会在网上看 我喜欢 你会在网上买吃的吗 外卖 通常我们有不同的APP 然后我也会 有时候我会在Amazon上 或者别的网上 就是买groceries 明白 你最喜欢吃 就看我有没有时间 如果我在网上买的时候 我可以自己去 可是如果我在别的城市 然后明天会回到家 然后没有东西吃 或者没有饮料喝 我会在网上 明白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 你有最喜欢吃的东西吗 通常就是 我看是不是健康 还是不健康 如果是 球迹的时候 通常会是 像很健康的牛排 像烤雷米娘 对 或者 Sushi 对 我自己会 我很喜欢Salmon OK 上鱼 对 所以不管是Sashimi 或者自己 自己做 自己烤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Salmon 你会 你会自己做 有时候 有的时候 你的这个拿手菜 What's your go to dish 你拿手菜是什么 就是看我的mood 通常我会 我可能会去一个 日本的market 买一个Sashimi grade 就是很好的Salmon 然后 有时候就直接切成Sashimi 有时候会 就是很快就烤 煎一下 对 煎外面 下面 然后这样子吃 有时候会 做烤鸡 或者牛排 那你有最喜欢吃的中餐吗 Chinese food 我很喜欢吃 像今天 因为我现在不需要吃非常健康 因为我不是每天 要比赛 所以我们今天去吃了点心 跟我妈妈 对 对 早点 早茶 挺好的 那你平时这个 除了打篮球 我知道你比较喜欢打电动 现在有什么心理游戏吗 还是 通常我就是 一直跟我哥哥弟弟朋友 打Doda 然后有时候 还在打 对 OK 有空就会打 然后我们也会 我跟我弟弟刚刚 买了 不是刚刚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以前 买了一个 Nintendo Switch 所以我会打 你知道的 那个挺好玩的 对 我通常不喜欢 就是 You know RPG 英文就是RPG 可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这个 Zelda非常非常好 Zelda很有名啊 对 很多人都玩过 以前玩过 我觉得 很popular 是好玩 可是不是像这个 Zelda 那么好玩 明白 这个我还很想问 我自己想问 就是 就当你玩玩这个 Dota的时候 他会有这个 teamwork 对吧 那你们平时你们会训练吗 还是说就是玩 No 不会训练 我们每天都会 you know 我们每天都 you know 训练的时候 篮球就是非常 非常serious 所以我们有 我们 工作完的时候 就会很轻松的打 明白 不会很 不会真的训练 或者训练 我们就会 sign on 然后直接打 对 那你现在这些 空闲的时间 休息时间 你平时还会学中文吗 通常 我在求职的时候 不会 可是我现在可能 应该开始 或者学一点 又上 我的中文学校 通常我会退步 因为我 you know 从十月到四月 不会用中文 可是 你是去学校 还是一个私人老师 我有一个老师 他在台湾 所以我们就在Skype上 然后他会教我 很多中文 可是我们 我去年跟 两年以前 没有上 因为他觉得 you know 大部分的中文 我都可以 对 你觉得哪一个更难 就是上中文课更难 还是去训练篮球更难 上中文课更难 对 因为训练 训练很容易 我每天都训练 训练很久 你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 我可以训练三四个小时 我可以大很多 可是 我上中文学校的时候 我上三十分钟 我的脑子就很累了 你在家里面 你跟你弟弟哥哥 你跟你爸妈 你们都是讲英文 通常我们会讲英文 可是如果 我们跟我们的父母讲话 有时候会用中文 对 然后有时候 如果我们要讲个实话 有时候也会讲中文 那你那个 比如你知道 现在中国有很多小孩 他们都 小朋友他们都想学这个英文 你会给他们什么 学英文的建议吗 去训练 我觉得最重要 不管是英文 中文 或者别的language 最重要就是 你需要每天 每天用你的 所以如果我想学中文 我跟我父母朋友 我们每天就是 学一直讲中文 对 我觉得这是最快的 方法 学一个 foreign language 那你觉得 你平时唱歌吗 我 不怎么唱 我会唱 可是我不是 每天会唱 十分钟 三十分钟 就是如果我有一个 洗澡的时候 我很喜欢 洗澡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通常会 通常就是我在家 hang out 或者我在车 对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歌 我就会唱 但是都是唱英文歌 你不唱中文歌吗 我不会唱很多的中文歌 可是我 通常会 我喜欢 就是听我的朋友的歌 所以如果我像 吴建豪或者 J.Ciao 王林 我看过你跟J.Ciao 有个 music video 土耳其 你还会唱那个吗 我只能 我只记得 怎么唱这个 因为 因为他们 我也很喜欢 J.J.Lin 他们都 他们 唱歌的时候 唱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 不是每一首歌 可是 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 我觉得太快 所以有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 我会学 75% 然后 25% 我不懂 我的意思是 其实有些人会说 唱歌是一种 学中文 或者学语言 好的方式 我从来 我问我 我中文老师 挺好的 挺好的 你那个 去过中国很多地方 对吧 你有最喜欢的城市吗 嗯 很多 我真的喜欢很多 因为我觉得 每个城市 就是 很不一样 所以我喜欢 像我 我去 You know 上海的时候 我很喜欢 去这个 Bulling Area 对外餐 对 吃饭 或者就是 You know 看 All the lights in the building 然后 我去 像成都 我觉得 他们的 他们的 我喜欢他们的 那是 yeah everything 他们的食物 非常好吃 对 你能吃辣的东西吗 yeah 我喜欢 火锅 对 所以我喜欢吃 我喜欢吃辣的 不是每天 可是 到那里的时候 就是 两天 三天 然后你 每天都吃辣的火锅 我觉得这样子 很好玩 嗯 你在成都看过熊猫吗 yeah 你有抱那个熊猫吗 yeah 好像三四年以前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honey 放在熊猫的手上 然后他就一直这样子 然后不抱 小熊猫对吧 对对对对 我小熊猫 可能只是 you know one years old 可是 非常大 OK 挺好的 那个 嗯 在中国的话 你今年还有去中国的计划吗 对 啊我们 我们现在还在安排 所以我们 每个礼拜有 很多很多conference call 因为我们要看我们 今年的亚洲行 我们要变成一个就是 像 fan appreciation 就是对 就是这些粉丝吗 对就是告诉全部的粉丝 我们真的很感谢 我们希望 这个trip 是专门给你们 嗯 然后 所以我们也问他们很多不同的问题 然后看他们 想 想我是哪里 或者做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 都在 都在 对对 明白 挺好的 那这个时候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 呃 今天的这个直播 我们会选五个幸运观众 我们会选你的五个问题 来问林淑豪 然后这五位幸运观众的话 会获得 林淑豪的 签名的t-shirt 他亲自签名的t-shirt 对 好我们那个 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这个环节吗 还 呃 我们现在已经有有有有三个问题被我们选 那我们先问几个问题吧 我们先来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 就是网友的问题 就是网友的问题 M小明t问问你的问题 好这个是 Lin Jeremy Lin 如何坚持自己的坚持 爱你的时候如何调整 哦受伤的时候如何调整你自己的心态 OK 所以 嗯 你明白意思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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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受伤的时候你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这个 通常我就会 最重要就是 祷告独剑 然后相信上帝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嗯 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通常我会 就是我一受伤的时候就会开始祷告 嗯 因为我知道我里面会当然会非常生气非常难过 嗯 嗯 然后通常我 所以我开始 you know 恢复的时候 通常不能 不能 跑不能跳 所以我就会 啊 花很多时间跟我的朋友 嗯 嗯 我们 吃饭 打电动 看电影 这些东西 然后 如果我跟我的家人朋友 我觉得 回复的时间就 比较快 对啊 他们来支持你 对 我不会每天都想 哦 我现在不能打球 我现在走上 好 挺好的 这个好考验我的中午 这个中午 呃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 这个网友的ID是 不是芋头 好吧 嗯 中国行会带 哪个好朋友 哪个好朋友 是的 或者是 球星一起来 就你今年夏天 中国行你会带 哪一个好朋友 球星 跟你一起来吗 嗯 我现在 不能讲 因为我们不是 百分之百确定 可是我们 是个秘密 对 我还没 还没plan完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 所以我们有邀请 不同的球人 跟不同的朋友 别的明星 嗯 所以如果我们 呃 我们的plan 都go through 我们会有一个 比较好玩的event 对 这个也是你在努力给 粉丝喝 对 可是现在还不能讲 对不起 明白 挺好的问题 我们第三个问题 我们再 再来一个 这个 这个网友的名字叫 小星哥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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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球队在休赛期 会有什么 补枪 补枪 就是 during the off season where is the team going to improve yeah 呃 我觉得 很多地方 我觉得 最重要就是 我们会邀请别的free agents 呃 要加盟我们的队 然后 然后我们已经开始 you know general manager 教练已经开始去看别的球员 然后我们都 you know July 1st 7月1号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 一直跟球员 跟他们讲 你应该 你应该来 然后 我们也 很多球员 已经开始训练了 我 下个礼拜 会去Brooklyn 然后我们会训练 所以我们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在Brooklyn训练 通常NBA的球队 他们不会在 他们不会有很多球员 在他们的 you know practice facility 一直练球 可是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是 you know behind the A ball 我们已经 我们今年 你们在追别的球队 对 所以我们需要 就是比较用功 所以我们都 you know 我们都 所以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在Brooklyn一起 就是你们的篮网队 对 对对对对 你说到这个 休赛期这些招 这些新人 你们自己 私下会跟 别的球员说 你要不要考虑 我们的球队 还是说你完全就让 这个教练和 我会 我会 我已经有很多朋友问 我以前的队友问 我可不可以来 我们去年 他们也 我有 you know 可能是五个以前的队友 他们都text我说 嘿你们可不可以交易 问你们可不可以trade 所以我可以跟你们打 通常你会怎么去跟 这些球员说 为什么这个Brooklyn 是一个特别好打球的地方 我觉得因为 因为 球员他们 他们 最重要就是 他们就是 里面是很开心 嗯 他们 通常 如果一个学生 对然后 如果你喜欢你的队友 你喜欢你的教练 你喜欢这个environment 通常有 我知道很多球员 他们 在别的球员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是 赢球 可是他们 很不高兴 嗯 然后 我觉得我们去年 我们没有赢很多比赛 可是因为 队友都是 非常熟 然后教练对我们 非常非常好 然后我们的 我们的 打法 我们 我们就是 我们一直传球 我们一直就是 为我们的队友打 我觉得 别的球员可以看 然后我们 我们自己非常高兴 就是 如果我的队友得分 我很高兴 为他们很高兴 对 没有 不是每一个 NBA球员是这样子 对 你在 如果你的球队 比较selfish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子 非常不好玩 对 所以 所以你们球队的环境 特别好 有这个化学反应也特别好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 你的球员有看到 然后希望我也可以这样 好 呀 谢谢这个网友的提问 我们还有还有几个问题 对吧 还有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OK 这个 James Chang 15 比如浩哥 浩哥 浩哥 这个 新赛季在打 在打法上有什么改变吗 playing style 有什么改变吗 例如增加突破 or 加强这个 投射 你自己的这个playing style 有什么改变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 你一直练我的我的floater 好像突破 嗯 嗯 floater是飘投 oh no no 飘投 what's突破 突破 突破是penetration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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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 我觉得我 从小都会上篮 从小都会 you know penetrate the lane 我现在是 我就是想每一个比赛可以 投得很准 然后可以 投很多三分球 嗯 如果你看像 damian lillard kyrie step 嗯 you know isaiah thomas 他们 大部分 每一个很强的空球后位 他们都可以 他们都可以 投三分球 然后 你看 you know steph kyrie 这些 damian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 可以投 不管是pick and roll one on one transition catch and shoot 他们都 都可以 投这些三分球 我不是以前 这样子 什么都 每一个三分球都可以 投 可是我希望 可以一直练 一直练 然后 如果我投得很准 我知道 我可以上来 如果我投得很准 我 突破的机会 就比较多 会比较容易 对 可是我比较老的时候 我想一直 被犯规 然后一直fall on the ground 我觉得这样子 会 就是 不是最好的方法 保护我的身体 就是说 你 增加自己的 外线投手的能力 可以给自己 突破更多机会 也可以给你自己 队友更多的机会 对吧 行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是吗 刚才有两个问题 漏掉了 一个是关于 母亲节 对 还有一个 和京东支持你的球迷 说几句 ok 行 我们 对之前也想问你 就是说今天 我们也知道是在加州 是 sunday 还是 14号 所以今天是美国是母亲节 对吧 mother's day 你今天跟家人跟妈妈 有做什么 特殊的东西吗 我们早上去教会 然后我们 我们就去吃饭 然后我 去找他 对 然后我们有 带一个礼物给我妈妈 ok 就是一个 necklace 我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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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我在我的 Instagram的story 有放这个 然后我们 然后我 这个 直播完的时候 我们就会吃晚饭 我跟我弟弟 跟爸爸 还是跟妈妈 嗯 我哥哥少时候都在 嗯 you know 他们现在不在 跑 跑到 做败 都不在玩具 ok 啊 还有个问题是 最后一个问题 我先 ok ok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是 0T的小明妹 是吗 ok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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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07 07的小明妹 that's my fault 这个 舒豪 你平常除了打篮球 还喜欢什么运动 嗯 我很喜欢 美国的football 美式干篮球 yeah 嗯 我喜欢 我以前很喜欢打sucker 踢足球 足球 对 what else 你有最喜欢的美式干的球是球队吗 是 嗯 我通常不是为一个球队加油 通常就是一个球员 一个球员 yeah 可能是就是这两个 但你现在都不都不玩这些了 那现在要球 我我就是度假 呃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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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因为我就是想让我身体呃全部都恢复 呃 不想开始训练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我就是现在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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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嗯 最近要开始 对 呃就会开始训练 对非常专业 诶那个 Jerome 有听说你最近还有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 呃 wechat 对吧 是呃 呃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准备 在这个公众号上做什么 呃我们会有一个 I mean 我们的wechat channel 就会加很多不同的 you know 内容 sand give away 或者我们就是比较 也很多的内容 我们呃 上个礼拜做什么 或者去哪里 然后我们也会有 奖品给粉丝这些东西 所以 呃我们就是 呃 呃我会在网上放很多的 很多的 information 所以他们可以看到 嗯 怎么怎么follow 粉丝怎么可以怎么follow yourwechat 是关注这个 呃 呃 这个什么 林树豪 717 对林树豪717 拼音 林树豪的拼音 林树豪的拼音 717在微信上搜 就能搜到 林树豪的微信公众号 让大家记得去关注 林树豪的微信公众号 会有很多新的内容和小礼物 对 然后最后跟京东今天看直播的所有观众 还有学生 就你最后给大家 有什么想说 呃 真的很感谢 我知道 呃 回来没问题 挺好的 那那个 ok 我们就这样吧 好 那个谢谢大家 谢谢林树豪 谢谢京东 我要最后提示 我们有一个祝福 对 Mother's Day 对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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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大家 非常容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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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